谁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?赶着要上飞机或火车 不只要带一大堆行李,还拖着一个孩子 哎呀,急死人了 中国一名父亲在广西贵港火车站要搭车 很显然的他当时在想别的事 所以差点就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X光安检机 根据秒拍上张贴的影片 这名分心的爸爸在1月12日推着行李 3岁的儿子坐在上面 维安摄影机拍下的画面显示 这位老爸排队准备进行安检 轮到他时,他开始准备接受安检 竟然就这样把儿子给抱上了安检机的输送带 直到维安人员和其他旅客对他大叫 那小家伙可不是行李啊 爸爸才大梦初醒,赶紧把儿子抱下来 哇,差点就拍了免钱的X光呢 OK 中文字幕 李宗盛